内地知名人气女演员郑爽一直以来给观众们的印象就是甩真开朗的一个妹子 这些年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优秀的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大家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生气的样子 可是这次却因为参加这就是铁甲时出现的一些小状况 郑爽居然真的生气了 这就是铁甲录制现场 郑爽战队的屋对战无尊战队的红河战车时 郑爽质疑某位节目裁判实现了不公平的待遇 爽情绪失控对裁判和节目组发飙 小爽一直在和裁判争论 场面十分激烈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 郑爽当时的面部表情很僵硬 看样子是真的被这个裁判给气到了 在生论的同时 郑爽也一直在强调自己是认真对待比赛 并表示很为自己的战队打抱不平 而一旁的吃瓜群众貌似也是看呆了 其实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 郑爽是一个很尽心尽责的队长 在娱乐圈里敢于站出来指正节目不公的 恐怕也只有郑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